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这个各位估计也没什么事了 咱们继续聊咱们的天 我有时候挺爱看书 就爱看点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小故事 有时也想 同在一个星球上 时隔多年之前 曾经发生过这么些个好玩的事情 虽然说没赶上吧 但是最起码从文字当中 能够知道一些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乐趣 咱们上回一直在聊这个面首 面首尤其咱们涉及到 好几位过去的大人物 竟是什么公主啊 皇太后什么的 这个也对啊 有身份有势力 有能力啊 养着面首 你说他这还煮着棍要饭呢 他就别弄四个面首跟着了 是吧 那就不如来四碗面条 更好一点 上一期聊的这个 北齐啊 这北齐啊 这个连皇上 在太上皇 在皇后 在皇太后 这是够一个单口相声 这些个事实在是不像话 所以说的这个高伟 入宫向母亲请安 就看见母亲身边 站这俩新来的小尼姑 一瞧这俩小尼姑 长得眉清目秀 漂亮 高伟就很喜欢 就让人晚上给这俩给我叫屋来啊 晚上这俩小尼姑来了 上屋里来 高伟很开心 来吧 来吧睡觉吧 这俩好家伙 大肆都不同意啊 说什么都不行 这儿急了 叫人来脱衣服 强行把衣服一脱一看 好家伙 感情这俩 这不是尼姑 这是俩和尚 少年僧侣 他一下就明白了 这个 这俩人就是那和尚 弹线手下的小僧 长得好看 太好看了 让高伟他妈给看上了 胡太后看中 带回宫中一乐 可是呢 太后又怕儿子知道 让这俩人乔装改扮 扮成女尼姑 所以第二天 高伟就传令 连弹线 带俩小和尚全杀 斩首 把太后迁居北宫 幽闭起来 就是这个 您哪 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我给您关起来得了 软禁了 当然高伟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所以北齐在高伟的统治下 日须腐败 最后让北周给灭了 灭了之后 战乱之中吧 最好玩的事是最后 就是 这胡太后啊 就是高伟他妈呀 跟高伟的一个皇后 应该是第三个皇后 您俩实在没辙 咱们得活着怎么办呢 流落长安最后 沦落为昌 上下五千年 您就看去 再也没有这么一个太后了 您最后 义红院 您俩 头牌 好家伙 那天下都轰动了 客人那乌殃乌殃的 对吧 您有多少钱 您也没跟太后 皇太后睡过觉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现在想起来都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是 真是 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这是一个绝好的电影的题材 也到现在没人动过的 当然了 这个历史上最出名的面首 应该就是 武则天的面首 武则天 选这个男色的手段呢 就跟皇上选妃子一样 以模一样 当然了 这个历史 当时很多很传统的大臣 极力反对 你反对没用啊 有很多这个 很多官负责给武则天 目色南非 当然这里边表现最好的呢 就是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也不是别人呢 武则天的亲闺女 武则天不仅在政治上有一套 生活上也有一套 女人做皇帝 那跟男皇上一样 纳妾丰公 让这个面首 男士陪勤 那会儿 因为他的面首数量太多了 为了加强管理 成立一个部门 叫控贺间 到后来把这个控贺间 改为奉振府 也是三公路院什么都有 挺厉害的 他这里边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面首 叫薛怀毅 这个薛怀毅这个人呢 他的出现其实是 还是对武则天很有用处的 为什么呢 他方方面面来说 容貌身材 甚至包括他给武则天登基 找到一些个理论上的依据 所以说他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谁把这个薛怀毅找来的呢 他是这样 就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个闺女 千金公主 给武则天献上一个美男子 这美男子的名叫什么呢 叫冯小宝 他这个冯小宝啊 最早是洛阳城 卖野药的这么一个小商贩 走东家串西去 挑个挑 身材也魁梧 能说会到 一次就偶然的机会呢 就让这个豪门中的一个丫鬟 一个侍女 看上了 俩人就勾了一块 就成了侍女的情人 这侍女的主人是谁呢 就是那千金公主 他是这个李唐宗室谋反案之后 为了保命 主动要求给武则天当闺女的千金公主 他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个闺女 这开始的时候千金公主一瞧见这个 很生气 说这个府里的侍女 你怎么能勾结外边卖野药的小商贩呢 太不像话了 来你这小商贩抬头我看看 小商贩一抬头 这冯小宝 公主一瞧 你这样还挺好 得了 原谅你们俩了吧 他不光没惩罚 还把他留下来了 这个公主准备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准备检验检验 觉得看你是不是个人才 就把冯小宝就留下来了 哎呀 留下来之后 公主觉得真好 这个应该拿他去讨好武则天 就重新包装吧 给吹指头啊 换身好西装 捣饰捣饰啊 打个小领带戴个墨镜 怎么捣饰就怎么帅怎么来呗 送进宫来 孝敬武则天 好这一来武则天郑重下怀啊 真是喜出望外 因为这会儿这个冯小宝啊 刚过三十岁 方方面面呢 都很得到武则天的宠爱 但是这东西是 你怎么能让他合乎情理往来后宫呢 公主给出一主意 怎么办呢 就把冯小宝变为僧人 洛阳有一个庙叫白马寺 到现在还有呢 白马寺呢 哎 归着归着装修一下 让他上那儿当这主持去 学着什么佛教的经典什么的 又能掩盖身份 又能陶冶性情 培养他日后参政的能力 改个名 说这个小宝又不好听啊 得了 改名吧 改名叫怀义 次姓靴 叫靴怀义 说怎么就姓靴了呢 因为这个太平公主的丈夫 驸马都尉叫靴绍 得了 说靴绍啊 是你叔父 你这么令 跟靴绍以叔父之礼相待 打这儿起 洛阳城没有了这个 卖野药的冯小宝 皇宫里边多了一个 靴怀义 人们可都知道 那个身份地位非同寻常 没有人敢喊名字呀 都尊称靴师 靴师 他不叫松师 当年在朝廷里边 很威风 五成司 五三司兄弟 在他跟前 那都第三下四的 一个市井小贩 这是摇身一变 那首席难宠啊 当然了 这个身份变了 可是恶习很难改 不容易 咱们看司马光写 那个资质通鉴就写嘛 说徐怀义 出入攻进 乘坐是天子的车马 身边十几个宦官陪同 走着街上 百姓遇见了赶紧跑 你要是靠近马车 那上去就打 头破血流 打死也活该 而且这个 他是和尚啊 剃着头 当和尚嘛 他成了和尚之后吧 他恨老道 他看不惯老道 只要走着街上 对过来老道了 他算行了啊 上海就得打 而且把老道头发呢 都得剃光了 他可能觉得 我没有头发 你们谁也别我头发 咱们都剃了两块 反正嚣张跋扈 不像话 朝里边这些个 群臣呢 显幻呢 这些个当大官的见了他 那都见面就磕头 跪地爬行 您琢磨 这五成四五三四 那是什么人物 见他那都客气都不行了 给他拉江上赶马车 可是呢 他把这些个官也都没放眼里边 而且到后来 原来不错的街面上啊 市井上一起混着玩的那些个流氓啊 无赖少年呢 他把他们都聚下来了 小流氓们把头都剃了 来你们都跟我一块 纵容他们 为非作歹 那么说 朝中文武群臣 就没有人敢出来言语吗 嗨 事不凭有人管 道不凭有人产 来一位 朝里边有御史 冯思望 冯的人 冯的人站出来 说你这不对 该处理你得处理 不能胡作非为 但是也没落好 怎么呢 他就恨上他了 薛怀义就恨上冯的人 在路上碰起来 让人打 差点没打死 所以说 朝廷上下 确实对他是很有意见 武则天知道 知道也没用 就想怎么办 给他洗白呀 是吧 洗白了他之后 连朝廷在民间 把大伙的怨恨能平一平 就让他干什么正事 干什么正事呢 让他修建明堂 明堂是一个宗教的建筑 那么这个 他是以宗教为中心 连宗教啊 正式教化为一体 那是当年就是统治者 一大本营吧 啊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出发 明堂都是一个 很神圣的地方啊 特别神圣的一个建筑 这么一个建筑 武则天 他让一个男宠 去主管修建 武则天的优势也在这 他善用人 也就是一年吧 薛怀裔就把这明堂 盖起来 好家伙 有资料记载 高294尺 300尺建方 分三层 下层是模仿四十 中层模仿十二时辰 上层是圆盖 有九只龙捧着 还有那个拿铁制的那个缝 高仪仗 外边拿黄金装饰 这叫万象神功 允许百姓到里边参观去 又在这个明堂的北面呢 造一天堂 好 那更连五层 第三层就能俯瞰明堂 这个天堂是专门供奉佛像的 佛像多大呢 资料记载 佛像一个小手指里边 能容纳几十个人 哎呀 武则天觉得很风光啊 很风光 高兴 这一高兴 薛怀裔有功劳 加封 正三贫 左威尉大将军梁国公 当然你要说这个大将军 他建战功啊 那好 带兵去打仗去吧 你说这哪说理去啊 他卖野药的 他打仗 可是带着兵出去 无论到哪去讨伐 他回来还竟然还成功了 更高兴了 封吧 身宽尽级 封他二贫 辅国大将军 你就这样 这个薛怀裔呢 屡立大功 官越来越大 这就是到最后 红的发子了 可是人拼到一定程度 其实拼的是文化 他终归是一个 市井出身的会会 他不懂的 满朝损千寿意 这是天道 他不懂这个 地位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到最后把自个命送 为什么呢 前提是因为他呀 从一个吃醋的事 说起来了 当时这有个御医 姓沈 沈御医 常给这个武则天看病 武则天天长日久 就觉得御医也挺好 挺爱这个 就喜欢上这个沈御医 薛怀裔这个不是姿势 吃醋了 你这也就是 你没摆正姿势 你自己的位置 你不知道吗 武则天当时是皇上 历代的皇上 后宫家里成群 那皇上就衬个 三千五千的家里 很正常 是不是 女皇武则天 多几个也不叫事 这就是徐怀裔 目光浅 没看明白自个到底 是怎么回事 一吃醋 心里也变又呗 一天到晚 这找茬 那找茬 他这一闹 本来朝廷上下 就看他有问题 好些个官就都说他 这一说他呢 武则天也说他 他有时候也袒护的 但是呢 他也不往心里去 更猖狂了 好家伙 赶上这一年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嘛 传统节日 得有一些个活动 武则天就说了 咱们在明堂啊 开法会 哎 薛怀一直准备啊 这个法会咱们得好好来 在明堂的地下 挖了一个这么 五丈深的一个坑 把一大佛像埋在里边 拿丝绸彩带 搭了一座模拟的 这么一个宫殿 啊 他有一机关 哎 武则天一进明堂 两边人夸一瞪 这佛像打坑了 就出来了 哎 直接到这个宫殿里边 咱们实话说 现在来瞧这个啊 说创意很神奇 现在谁要是玩直播来 这个也最起码能招粉 啊 挺好 薛怀一说这个 这画面是没问题 能够 能够让皇上开心 又想一番 画了一个200尺高的一个大佛 用鲜血画的 他是杀了一头牛 拿牛的血画的 但他跟武则天说 这是我 把大腿扎破了 拿我的腿 拿腿上那个血 我画的这个 可是好像这个武则天 没往心里去 这两件事都没有什么感动 薛怀一好难过 完了 他这个心呢 已经给那个沈寓医了 完了 我就心死了 心死了怎么办呢 得 正月十六夜里边 薛怀一放了八火 放火烧什么呀 列位 焚烧那个天堂 好家伙 这个天堂一着 就连到明堂 这俩挨着呀 咬得跟白昼一样 到天亮的时候 连天堂在明堂 全来化为灰烬 烧完之后 他自从也知道 薛怀一也琢磨着 要去坏了 体型吊胆 怎么处置我呢 好几天过去了 武则天没动静 也没说他 也没骂他 他心里嘀咕 因为什么呢 按武则天的脾气 那说翻脸就翻脸 没动静呢 为什么呢 但是着火这个事呢 朝里边文武群臣呢 也议论 有的说了 这是老天爷给的警告 武则天应该下台了 也有的说 不不这好事 祥瑞之兆 大吉祥啊 你当年周武王 讨伤周王过河的时候 天降大火 这不是打败了周王了吗 是吧 这么一说 大周兴旺 反正就是说什么都有吧 你也说我也说 说来说去说的 武则天的心里边 挺不安的 当然武则天 可能更相信 是上天的警示 表面上也风平浪静 什么事都没有啊 一点事都没有 半个月之后 薛怀毅 突然就死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这就是武则天 秘密杀害了他 不能公开下令啊 怎么丢脸呢 是不是啊 薛怀毅烧了名堂 烧了天堂 罪大恶极 哎呀 应当处死 合情合理 可有一节 为什么放火 因为吃醋 这个玩儿 他不能说呀 这不好听了 不露脸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 哎 薛怀毅 冯小宝同学 算是彻底的拉倒了 当然武则天 也不缺这个啊 这之后呢 又出了面首里边 唯一的一个兄弟面首 张一之 张昌宗 这哥俩是哪人呢 定州一封人 就现在河北省安国 张一之江湖人称叫五郎啊 弟弟呢 是这个六郎啊 这个家族可显赫 他们这个张氏家族叫中山张氏 那秦朝就他们家的祖先的记载 当时他们那组上那根叫张仓 群子的学生 跟李斯 韩非也都是同学 后来这个刘邦起之后 到西汉嘛 因为协助刘邦 到后来分为北平侯 汉文帝呢 做了十五年的宰相 咱们京剧有出道宗眷 那个老生张仓 就是这个张一之 张昌宗 他俩人的这个祖先 当然了 秦朝到了大洲 那就已经一千多年历史了 当然了 这个传来传去 传到这个后边这个兄弟俩 爷爷的兄弟呢 官做的也不小 张行成 就是唐高宗李治继位 第一天任命的三位宰相之一 那很厉害 所以张氏兄弟呢 家族发达 张一之作为的亲戚 能享受福利 经过什么考试啊 什么的 进入了上层社会 但是当了一个小官吏 那么说怎么能 让武则天看上呢 这个就是 就是前面不说了吗 那薛怀义这个 放火了地了吗 是不是啊 那个又重新盖的这个建筑 这建筑 比原来的还好 还漂亮 这一切呢 都平静下来之后 武则天的小闺女 就是那太平公主 知道母亲心里边不是滋味 怎么办呢 给他还得找一好的小伙子 就找到这个张宗昌 张昌宗啊 这俩名单不一样 张 宗 昌 张 昌 昌 这俩一是民国的 一是武则天的面熟 这个张昌宗 马上就介绍了自己的哥哥 张一之 说我哥哥比我还好 哥俩来呢 武则天非常的爱他们 哎哟 得了 就把这哥俩全招到后宫了 招到后宫来 那会儿来说 张一之 原是小官 现在不一样 住的是这个 皇宫 出门 什么高头大马 吃饭 都是跟大官一块 啊 但是他为了吐出自己的 与众不同 他决定了 我得干点正事 怎么办呢 向皇宫贵族开刀 第一个目标 唐忠宗的后代 这个包括这个长子李崇润 女儿李先慧 女婿 武燕姬 武燕姬是五成四的长子啊 反正就是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御史魏元忠 哎哟 他这个手段还是不错的 通过他向武则天申诉什么的 那魏元忠最后还都能流放了 当然了 到后来这个御史送警 坦克张氏兄弟 那说贪污谋反 武则天下令 有一四人小组调查 最后那好多事情查的挺热的 到公元705年 张俭之等一帮人 带着卫队进长安城 软禁了武则天 逼皇帝退位 按照太子李显进玄武门 宣布继位 这皇儿没了呢 张一芝 张长宗也就没有靠山 全都给杀了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句 就是还曾经有一个好玩的 咱们要说一句 这人叫宋知问 宋知问才华横矣 那保学知识 很厉害 这个曾经他找过武则天 那是这个 我愿意给您 当这个面手 写的手 验尸献给女皇 武则天读完之后 是写的是写的真好 但是面手不能用它 走了之后呢 武则天说了 这个宋知问呢 是难遇之才 写的真好 就一样 这人口臭 没法忍受 你瞧 由于口臭 没当成面手 这哪说理解 这人口臭 是写的 这人口臭 这人口臭